DJ Pocket 2 含有丰富的延时摄影功能 只需简单的设置 即可帮助您轻松捕捉平日无法察觉的独特景象 延时摄影包含 轨迹延时 运动延时 和静止延时 以下将为您详细介绍各功能的使用方法 轨迹延时是 Pocket 2 的特色功能 非常适合拍摄自然风光 拍摄前 请先将 Pocket 2 放置于稳定的平面或三角架上 左滑进入延时摄影页面 选择轨迹延时 点击拍摄键 即可一键拍摄轨迹延时视频 如需调整轨迹延时方向 请继续左滑选择延时方向 我们默认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两种轨迹 选择完成后 您可摆动复养轴调整拍摄角度 同时您也可以选择自定义模式 摆动 Pocket 2 选择拍摄起点和终点 轨迹设置完成后 您可以在取景界面左下方 设置相应的拍摄时间间隔和拍摄总时长 设置完成后 云台将自动计算出成片时长 点击拍摄按键 云台将根据手动设置的轨迹及参数 开始自定义轨迹延时拍摄 运动延时 适用于接拍等场景 在延时摄影页面 选择运动延时后 点击拍摄键 即可拍摄运动延时视频 在拍摄过程中 可双击屏幕 跟随感兴趣的建筑物 在笔直的道路上 也可长按功能按键 开启镜头朝向锁定 提升画面稳定性 在取景界面 点击屏幕左下方 可设置相应的拍摄分辨率和拍摄倍速 选择相关参数 即可开始自定义运动延时拍摄 拍摄完成后 请连接Memo App 在回放界面中 打开电子增稳功能 以进一步获得稳定的运动延时素材 如需拍摄静止延时 请先将Pocket 2 放置于稳定的平面或三角架上 在延时摄影页面 选择静止延时后 点击拍摄键 即可拍摄延时摄影 如需调节相关参数 请在拍摄界面 点击屏幕左下方 即可设置相应的拍摄时间间隔 和拍摄总时长 云台将自动计算出成片时长 设置完成后 点击拍摄按键 云台将自动开始 自定义静止延时拍摄 感谢观看 影片ад时故事 点击哟 设置相应的